董光伦将近九年的时间最终完成的 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底隧道 这条隧道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问你一个问题 从亚洲到欧洲 到多久的时间 你想吧 亚洲到欧洲 那有多远呢 那么这一次呢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底下的海底隧道 最后在土耳其建国九十周年这一天 宣告完成 历史总共高达九年的时间 主要的原因呢 是在挖掘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发现在海底 有半战亭时代非常多的古代沉船 那么此的进度呢 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最终呢 完成了从伊斯坦堡的东边到西边 然后也把欧洲跟亚洲正式的连接起来 将来如果坐铁路的话 你从北京可以不断的 可以一直搭乘铁路 一直接接接接 经过这个海底隧道 最后直达伦敦 位于欧亚大陆交接的土耳其 常被形容为连接两大陆的桥梁 150年前 俄图曼帝国的苏丹王 就梦想利用以海底隧道连接两周 10月29号 土耳其建国九十周年这一天 梦想化为现实 松adt���第十五岁 松阳 川尔 敦 铁路 担保恶名昭彰的庸塞交通 也是未来连接英国伦敦到中国北京 丝绸铁路的一环 马尔玛雷海底隧道穿越波斯布鲁斯海峡 全长13.6公里 其中海底部分就占了1.4公里 从亚洲到欧洲只要4分钟 隧道最深部分在海面下60公尺 是全球最深的海底铁路 造价28亿美元 日本不但是最大出资者 负责工程 提供技术的也是日本 为了实现土耳其的百年大梦 日本大城建设利用尘埋工法 这是先在别处建好隧道雏形 沉到海底后再连接起来 施工过程中困难不断 波斯布鲁斯海峡本来就是 船来船往的国际航道 海底的激流也妨碍作业 测量隧道位置的探测针和钢锁 连接不时出现问题 隧道与隧道的连接点不容许一丁点的误差 终于在2011年 隧道亚洲端和欧洲端成功连接了 也为今日隧道的通车打下基础 隧道2004年动工 耗费了9年时间 比预定进度慢了4年 主因是施工期间 不断有重大考古发现 除了大约4万件文物 还有拜占庭时期的古代沉船 惹得爱多根一度抱怨 难道这些陶冠比人还重要 伊斯坦堡是土耳其最大城市 人口1400万 每天有200万人 跨越这条40年前盖好的桥 桥面老是大塞车 海上交通也总是一团乱 土耳其政府希望新的铁道系统 每天可以吸引150万人搭乘 舒缓伊斯坦堡看似无解的交通问题 马尔玛雷海底铁路隧道 是一个巨大铁路系统的一部分 整个计划总长76公里 将耗资45亿美元 是作风备受争议的爱多根总理 翻新土耳其面貌的大计划拼图中的一块 爱多根总理在马尔玛雷海底隧道 开幕式上说 这个世纪大计划将是现代思路 日后从伦敦搭乘火车 经伊斯坦堡到北京 耶克化为现实 不过今年五月底 伊斯坦堡爆发的大规模示威 起因正式抗议爱多根的公元改进计划 而为了新建横跨伯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三条桥 土耳其已经砍了一百万棵树 反对派讽刺这些大计划 是爱多根的法老王计划 更警告 土耳其是全世界地震最频繁地区之一 这一连串工程恐怕演变成大灾难 土耳其政府则强调 早已考虑到地震因素 依据原始设计 海底铁道足以抵挡 瑞士规模7.5的地震 反对意见再强烈 爱多根总理留下政治遗产的决心 显然不容政府的策略